大家都知道說宜蘭縣的烏石港 是台灣的衝浪跟風返的勝地 未來陳俄伯縣長也要把烏石港 打造為台灣的海上運動基地 讓台灣的海上運動能夠更加的蓬勃發展 團結加油 陳俄伯動算 宜蘭隊全力打 那麼今天是我們民主進步黨中場會 第一次到地方舉辦的會議 這個叫做中常會去哪裡的系列 我們將會幹問我們所有的中常委 到台灣的幾個地方深入了解地方的發展 以及地方的需求 台灣是一個多元多樣的社會 在不同的地理環境空間 以及不同的產業的發展下 我們社會確實展現了各式各樣的活力 但是我們也看到在台灣 有些地方的產業消失 那麼人口老化 逐漸沒落消失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不論是在選舉的時候 或者在執政之後 我們提出了浪漫台三線 地方創生等經濟文化創新的政策 我們也召開過全國的農業會議 目的我們就是希望能夠透過 對於地方更多的投資 以及策略的引導 讓年輕人重回到地方 回去擁抱土地 看到不同於傳統的發展的方式和策略 那麼中堂會去哪 這就是我們要去看看鄉親們 他們如何創造在地的產業 我們要去傾聽他們的聲音 聽聽他們的心聲 以及他們的期待 那麼民主進步黨 是一個台灣人民支持而興起的政黨 那麼我們從來是沒有忘記 來自各地民眾 英切的期盼和深切的激勵 那麼每一個對民主進步黨的批評和鼓勵 都是我們持續進步的動力和關鍵 那麼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到不同的縣市去舉辦中場會 也要深入地方 去了解在地的活力和熱情 去了解地方的需求 還有親親地方的心聲 那麼這次我們從宜蘭起步 要來看我們綠色執政的典範的現實 如何藉由地方的創意跟活力 透過新興產業的推動 結合地方的環境特色 再創地方的心聲 跟再創地方的奇蹟 那麼今天我們特別感謝 我們宜蘭縣長候選人 從歐國委員的報告 那麼我們也非常感謝宜蘭大學 林雪怡教授分享她的經驗 以及對體育政策提出來的建言 那運動競賽追求的不單單 是個人的榮耀 及對自我的挑戰 很多的時候也會帶起社會的熱情跟團結 像是去年的世大運 以及今年的亞加達亞運 每一個台灣人都用各種方式 關注支持台灣的選手 那麼選手也不負眾望 締造了各項優異的成績 那麼這些台灣英雄 在台灣之光的背後 是一連串辛苦的訓練 政府推動運動 跟運動相關的產業的發展 不只是培養我們的選手 更應該是要強化整個體育的產業 對於年輕學子投入運動 有更好的支持 那麼我們從林教授的分享中 我們知道這些參與運動活動的青年 需要的不只是設施完備的體育場館 更重要的是心理的支持 更良好的社會輔導的系統 那麼這些運動學子的需求 我們都看到了 因此 我們國家在推動運動發展及產業化 就是希望讓這些孩子 在未來人生的入竹上 有更多的選擇跟機會 並且提供他們更多的社會的支持 讓他們不用擔心沒有進入專業運動體系 就無法翻轉人生 那麼當然運動相關的產業的發展 也必須有完整的規劃 不僅在軟硬體的投資 我們也會運用最新的運動科學專業和最好的設備 讓選手教練都處於最好的狀態 那麼政府在加速朝體育預算倍增的目標前進 也需要社會各界一起來關心體育 去支持體育 那麼宜蘭縣環境確實是得天獨厚 是一個很適合發展競技運動的城市 我們剛才也聽到陳和柏 陳委員也是宜蘭縣的縣長候選人 他提出來的計畫 充分地利用宜蘭在地天然的條件 去尋溯各種運動跟競技的可能 那宜蘭在過去 我們在環境以及文化上 是一個執政的典範 那麼大家都還記得非常清楚的 為了兒童而舉辦的童玩節 是我們這裡的一大特色 那麼我們還有很多宜蘭在地的特色產業 那麼我們也很高興聽到 我們今天的陳文波委員的報告 他希望這個運動產業 經濟產業能夠在宜蘭有一個深耕發展的機會 那麼讓年輕人才可以在這裡養成 那麼很多的經濟的場域 也可以創造出來讓年輕人 有一個追求他們夢想的地方 那麼這些計畫跟這些規劃 在我們陳惡博縣長當選之後 會讓我們這個地方 因為他的規劃跟他的政見一一的實現 成為產業 體育產業的一個新的基地 培養更多 我們剛才聽到的 林君如的故事 那麼更多的台灣之光 那麼 我們不會挑戰堅持 站到最後一刻的奮戰精神 就是創造奇蹟 那麼我有信心 也希望大家一起全力支持我們 奮戰不懈的陳惡博委員 再創宜蘭的新奇蹟 讓宜蘭成為台灣的英雄之鄉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